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音乐 哦哦哦哦 哦哦哦 田芽衣裳花香檿 春风俯瞰龙华弄 若非群离山头见 会想要看月下方 一只红颜龙影响 银铭路上王冠长 接问航空谁的死 何列飞燕一新装 金花经过两相识 长得举往安相看 银银春光无限分 身相亭飞离难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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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衣裳花香蓉 春风俯瞰龙花浓 若飞群于山头间 会想要太月下方 一只红颜龙影响 银银铭路上王冠长 接问航空谁的死 何列飞燕一新作 银银铭路上王冠长 银铭路上王冠长 银铭路上王冠长 船船银铭路上王冠长 啊 将军 前面是贵妃的寝宫 不可以接近 看一下都不可以吗 除了万岁之外 其他男人都不可以接近 哦 她是 哦 她就是杨贵妃 音乐 将军 我们走吧 还有很多地方没看呢 哦 我不想看 最好的我都已经看到 娘娘 您找我 你到内侍圣 请高公公来一下 是 这个贡品 八成是假的 你别参见公公 起来吧 公公 什么事儿 我们娘娘请高公公去 高公公 现在在陪着安鲁山去了 请变公公 高公公已经回来 此刻正陪着万岁也 哦 那你马上就告诉高公公 那你马上就告诉高公公 就说太真娘娘有请 是 你们娘娘找公公有什么事儿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娘娘又轮至宫女陪伴 到宫院赏花 才出门不久 就怒气冲冲的回来了 哦 然后就命奴婢来找高公去 那你现在快回去 禀告太真娘娘 就说高公公马上就到 是 你刚刚陪伴的是什么人 是 你们俩先退下 是 是 是杂虎安鲁山 杂虎安鲁山 新任平庐节度使 公公 你怎么能让这种人进入内宫呢 娘娘 那是万岁爷恩准的 命奴婢陪陪伴他观看内宫的亭台楼阁 万岁爷 娘娘 杂虎的习俗异于大党 冒陪伴娘娘之助 还请娘娘不要见怪啊 这种人 怎么可以让他当节度使 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娘娘 奴婢陪伴 奴婢已经秉明万岁爷了 偏偏万岁爷喜欢他的赤胆忠心 不计杂虎安鲁山的小过策 还骂奴婢气量狭小啊 万岁爷 怎么可以这样宠溺一个狂妄无礼的蛮子呢 万岁爷啊 已经被杂虎安鲁山的忠心所迷惑了 听不尽别人的劝谏了 娘娘 奴婢请娘娘暂时不要禁见 等过去时候 再设法扭转万岁爷的心意 把杂虎安鲁山打下十八层地域 叫他永世不得超生 小军 你走啊 将军 您没事吧 将军 长安不是我们九流之地 赶快回平屋去吧 我要多待一些时日 皇帝也召见过了 还赐给将军一座宅院 并加发两响 犒赏兵士 将军滞留长安还等些什么呢 我见到了个绝世美人 将军 您一向都不会每次所迷惑的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只见过一次面 就让我不能忘怀 他的形影时刻显现在我眼前 我要见他 我一定要再见他一次 我要跟他说说话 要表达我忠心的爱慕之情 将军 高丽氏跟我说 他叫杨贵妃 但是我知道 他还没有被封为贵妃 即使是贵妃也无所谓 汉名非王昭军不是也出赛何番吗 好 我听说是贵妃也无所谓的 娘娘 我们去跳舞吧 怎么了 是不是我来迟了 娘娘生气了 不是了 是一个杂活按路山冒犯了娘娘 你是说那个平炉节度时 是啊 永夕 不要乱说话 也没什么大不了 胡人狂乱无礼 是因为不明唐人的礼教 早晚会受到惩戒的 娘娘 据我所知 这个人是个大英雄 英雄总是豪迈 不拘小节的 听高公公说 按路山剑的娘娘 就像掉了魂似的 永夕 是高公公说的吗 娘娘 我觉得你应该高兴 也不知道他那个样子啊 有多张狂 自顾英雄爱美人 因为娘娘是美人 所以英雄忍不住不爱慕啊 不论什么事 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变成好事了 本来就是嘛 我还巴不得 有这么一个英雄 疯狂地爱慕我呢 女人要被人所爱 才是真正的幸福 阿满 难道说 没有人爱过你吗 有 但是那些人都是平庸繁俗之辈 没有英雄豪杰 没有文人雅士 没有 没有一个值得 我付出情感的 你刚刚说 被人爱就是幸福 是 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人 我才能接受 总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吧 娘娘 要不要去练武 好久不练武了 昨天练多了 浑身都酸痛的 那更要练 走 万岁爷 这是太真娘娘亲族的名单 还包括他们现任的官职 都详练在这 不是说有个叫杨昭的吗 怎么没看到他名字 岂子万岁爷 杨昭并非杨家嫡系 花花说杨昭是他堂兄 这杨昭原本不是杨家的族人 是随母亲嫁到杨家以后 才改姓杨的 既然改姓入宗 那也算族亲了 是 听花花说 杨昭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招他进宫来 我要当面问问他 如果确实如花花所说的 我要破格 我要破格着生他为以重责大人 万岁爷 怎么了 杨昭他 杨昭他 他的名声不好吗 名声很好 一般的风平也不错 那还顾虑什么 奴婢担心 用了他会造成外戚盛事 危机李氏皇朝 还有他的名字 招字 有金刀二字 充满杀伐之气 你在找理由挑剔他 奴婢不敢 那就宣得进宫了 是 韩国 奴婢在 小六子到梅飞那去 还好吧 启禀万岁爷 小六子如同飘棚一般 风吹着哪儿 他就在哪儿落地生根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 拐弯抹角说话 奴婢说的句句是实言 太监是万岁爷的 万岁爷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奴婢 我是看中小六子 咱要他去陪伴梅飞 安抚梅飞的 别让他无理取闹 免得我烦心 万岁爷请放心 小六子明白圣上的心意 他一定会好好的 伺候梅飞娘娘 那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我真受不了 万岁爷派这么一个小怪物 每天跟着我 万岁爷是派他来伺候你的 他哪是来伺候我的 根本是来弃我的 小廖子 你过来 小六子 万岁爷让你伺候梅娘娘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 他 他打我 这孩子讨人厌 雕贼 滑蛇 可是 他跟杨玉桓相处 倒是挺融洽的 原来 他是有那个女道士给他撑腰 才敢出眼顶撞我 彩萍 我也是女道士 我 我是指杨玉桓 他是他 杨玉桓是杨玉桓 你不要把他们扯在一块儿 小六子是太监 是由内侍省管辖的 上面把他派个谁 他就去伺候谁 你不能把对玉桓的恨意 都牵移到他身上啊 公主 这孩子 他也是个可怜人 这么小 就离乡背景 失去了父母的照顾 你只要想到这些 你就应该多怜悯他一点 我才不要你可怜我呢 小六子 不得无礼 公主 我 好了 不许多说了 小六子 我向你道歉 我和你一样 也是离乡背景的人 我的老家 远在南方 福建兴化 我在这天寒地冻的长安 也是孤单男一个人 失去了万岁爷的关爱 我的冬天 也比别人更长 更厉害 彩平 公主 失去了万岁爷的欢心 我活着乏味 又不能回去南方的家乡 我的未来 就像宫里 所有失宠的兵妃 那一张张苍白的脸 一双双湿神的眼睛 数不尽的期待 盼望的日子 却什么也等不着 什么也盼不到 公主 我怕 我不能忍受 我不能过那种 没有希望的日子 不会的 三哥不会是那么绝情的人 尤其是对你 我告诉他 你受到了冷落 他不是把玉环身边的小六子 派来给你了吗 我要的不是小六子 是三郎 你真傻 把小六子派给你 就是做你们之间的桥梁 如果你有事 可以让小六子去传达呀 三哥最喜欢小六子 过去 他一直是把小六子 留在他身边 你想想看 只要是小六子留在你身边 你就不会失宠了 太白 对不起 你们说的话我听见 坐 何必为别人而活呢 你是太不了解宫廷中的生活 何须了解 我可以想象的到 那样的情境 古灯不明 思欲绝 倦为望月空长叹 我忘了 那是我写过的一首诗 是 对了 天长地远 魂飞苦 梦魂不到 观山南 常相思 催心干 这种心境对不对 这是我年轻时候做的事 是 这种情怀 是无知少年的 太白 昨天喝着酒 你怎么突然不见了 昨天 啊 我看月亮去了 看月亮 昨天哪有月亮啊 对啊 没有月亮 我看不见月亮 就到长安市上去找酒 后来我在梦里边 找到了月亮 好多好多 哦 月亮有好多好多啊 嗯 有小时候在青莲的月亮 有闽山隐居时候的月亮 有东北的寒月 有江南夏夜的湾月 和美山月半轮秋 引入平腔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思君不尽下渔州 这是什么人做的 李白 长安城里的人都说他是诗仙 听说他五岁的时候 就会天干地之的俗法 十岁读过了诗经 书经诸子百家 十五岁就学得了一首好剑术 写一首好文章 二十岁成了游侠 隐居闽山 他饲养了上千只的鸟 只要他一声召唤 小鸟就会飞到他手掌上着实呢 嗯 他还做了什么事啊 我最喜欢他写的将近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唐明镜悲白法 朝如青丝目成雪 人生得意虚静欢 莫使精尊空对月 天生得意虚静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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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使精尊空对月 阿满 你不仅善武 还有这么好的文才 做出这么好的诗句 万岁爷 那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 李白 李白 是我朝中的大臣 他是长安市上的大仙 长安市上的大仙 酒仙 只要是有酒的地方 就能找到他 这么有才气的人 高丽氏李陵甫 怎么都没告诉我 相爷 您得要赶快想办法 我已经找人 去请杨昭来了 只是杨昭一个人不行 万岁爷要请的是 杨家所有的亲族 最重要的是 我们那位杨娘娘的 父兄家人 杨娘娘的父亲 是个欲辱 我不敢去惹他 相爷 到了这个节骨眼 你就是硬着头皮 也得要去 我 等杨昭来了 商量一下再说吧 杨参军到 杨参军到 参见相爷 高公公 坐 相爷召唤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委屈你当了这么久的金屋兵参军 我想调圣礼到户部去 户部 我知道你在巴蜀 以理财闻名 到了户部 更可以发挥你的专场 任凭相爷安排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相爷不要客气 是这样的 你们杨氏一家呢 如今是万岁爷的姻亲 万岁爷希望在宴请亲族的时候 先调升你们的官职 令叔父 就是太真娘娘的父亲 先要有个适当的官位 是要我去当说客 请叔父接受圣议 着身官职 我也不敢去 去了找爱妈 相爷 还是请您亲自出马吧 爹 爹 我要升官了 你升什么官呢 是秘书省的少见 秘书省的秘书少见 嗯 杨静 你从四品的官阶 跳升了好多级啊 你凭什么跳升了这么多级啊 我 辞亮 你疯了 儿子升官 你不鼓励勉励他 还叫他辞官 你以为我不知道 他凭什么升官 完全是因为玉环 玉环是他妹妹 帮助哥哥也是应该的 杨静 你说 是谁告诉你 要升秘书省的秘书少见 是 是李相爷安排的 到相府去找他 告诉他说 我们杨家的男人 要凭自己的真本事 得到应得的官职 阿剑当秘书少见 就不应得吗 该升秘书少见的 在他前面 至少有八百个人 你是在长他人志气 我儿子有多大能耐 我清楚 你现在就去找李林府 我 快去啊 是 没见过像你这种人 把荣华富贵 往门外推 谁不要荣华富贵 谁又不爱荣华富贵 要得到这些 要自己清清白白 立直气壮 靠女儿的关系 莫不稀罕 你不肯去救 是嫌秘书少见的官职太小 不 够大的 以我的资格和声望 不足以担当如此重责大人 因此 老爹 我年纪大了 必须为大唐皇朝 培植新秀 杨昭跟你 都是我刻意造就的干才 相爷 不要再推辞了 实在是家父 我知道 令尊 是读多了圣贤书 一经超凡辱生 老爹 你我都是凡俗之人 何必抛弃 到手的荣华富贵呢 阿姬 相爷的厚爱 你就接受了吧 我 见到李林府了 是 辞官了 李相爷他 他怎么说 相爷不准辞 我看你啊 根本不打算辞官 你不过是虚晃了一下 爹 我真的去了 我不相信 秘书少见非你不可 娘 李相爷还说 我们杨门一家 都是财君之事 哦 那这么说 我到了你们杨家 总可以杨眉吐气了 我可不是哦 李相爷到 他来干什么 老太爷 相爷 老太爷 李相爷 老夫人 相爷请坐 相爷请 请 老太爷在国子剑 束缚众望 你不必跟我咬文嚼字了 是是是 老太爷 博学广文 有什么话 你就快说吧 是是是 圣上有意 请老太爷 坐国子剑祭酒 国子剑祭酒 是是是 这是崇高尊贵的官职 我 老太爷 正如你所言 如此崇高尊贵的官职 一定要崇高尊贵的人 才能胜任 国子剑祭酒 如此崇高尊贵的官职 我杨末人才学书签 另请高明 他不肯答应 是 这封玉还为贵妃 他的父亲 必须有适当的官职才行 启禀圣上 杨昭在外边厚制 他有什么好主意吗 是的 宣 遵旨 宣 杜之判官 杨昭尽天 臣杨昭叩见圣上 平身 谢圣上 一脸的钟后相 你说说看 有什么好主意呀 家书不肯受封 如果以掌房代表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不过要征得玉还的同意 毕竟他生生的父亲 应该得到封赏 岂到圣上 贵妃娘娘的包凶 已经进宫 向贵妃娘娘解说了 爹 他不肯接受赤风 爹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我不想 带给他吃肉 约晨 我知道 他是多么伤心 失望 从小 他一字一句地 教我读四书五经 要我恪守女德 我又何尝愿意 违背父亲的训诫 进了宫之后 我从来没有提到过 要回家 是因为 我愧对父母家人 我 我好想你们 当我孤立无援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你们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摔了一跤 有殿娘扶我起来 安慰我 我不是一个贪图富贵的人 我 我是身不由己 月环 告诉爹娘 我是他们的好女儿 亲情骨肉 永远 永远割不断 爹娘 不认我这个女儿 我不怨 女儿的心里 永远不会忘记 爹娘的恩惠 爹的意思 是想把你 过记给大伯父的名下 皇帝要赤风 就让他赤风给死去的大伯父 爹 爹还希望你转告皇帝 叫他不要升他的官 否则的话 爹要上表 此官 还要 还要怎么样 还要写文章 攻出于事 写什么文章 爹说 道德沉沦 是国运衰败的先兆 见请皇帝 杀掉贵妃 作为 振兴道德的表率 爹 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了 你大哥追赠兵部尚书 二哥生了光禄四青 就连玉环的堂姐妹花花 也封了国国夫人 只有你 紫月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 不与其道而得志 不除也 你 你现在可以准备准备了 准备什么 准备离开长安哪 离开我杨世蒙修的地方 你真的要走 把玉环一个人丢在长安 你不走 我一个人走 那你就留在长安城内 享受荣华富贵 我要罢官 恭喜娘娘就要收封为贵妃了 阿满 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吗 贵妃娘娘 不要说一件事 只要娘娘吩咐 一百件事 我也要做成的 宫里只有你可以自由进出 你把这个拿到我家 交给我爹 好啊 这是一件小事 这是贵妃娘娘要我送回来的东西 我不要 这是玉环的血书 爹 好啊 好啊 这是玉桓的写书 爹 玉桓的意思 他这一切的作为 都是为了这个孝子 什么叫做孝子 孝者孙也 他违背负义 不遵守庭训 不孝不顺 居然敢用他的血 来输血这个孝子 他的血就沾辱了这个字 你们不要 就送给我吧 你 老夫人 我留着作纪念 奴婢告退 阿满 将军 这是什么 这是贵妃娘娘写的血书 要我交给她的爹娘的 孝 可是老人家不谅解她 为什么 因为她是寿王妃 现在却成了圣上的宠妃 儒家的父亲 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贵妃娘娘写这个字 是为了要表明心机 屈从圣上是为了孝 屈从圣上 这么说 她根本不爱圣上 大概是吧 你常接近贵妃吗 贵妃喜欢歌舞 我每天都要陪着她 我想见她一面 将军 恭敬森严 只怕不容易 你替我设法 我迟迟不回平卢 只为了见她一面 见了面又有什么用呢 她已经是圣上的人了 我只要能见她一面 将军 你憔悴吗 帮助我 阿满 我会帮助你 但是要等待时机 我会等 我愿意等 你不能等了 时机已经尘熟了 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玉环会分为贵妃 太纯意料了 哥 我进宫去道贺 你 我 我能去吗 你当然不能去啊 那我就等 你不能等了 你要开始活动了 你要去找李相爷 找安璐山 让公主进宫去 秦日环姐姐做内应啊 你看什么 不会有人偷听吧 永兴涅奴守在门口 不会有人进来的 你坐吧 我进宫一趟不容易 好多话 他好吗 你是说哥哥 你想好得了吗 他一直在进行着 希望登太子位 将来祭大同 他 他还不放弃 外头都部署好了 只缺少宫中内应 你封了贵妃 时机太好了 要我说阿妹的好话 你不能说 那我能做什么呢 拉拢高丽氏 和皇帝身边的内侍 要他们在皇帝身边 常常提到哥哥 说哥哥的好话 他们不见得会听我的 会 一定会 皇帝喜欢的兵妃 他们也要拉拢 希望你多说 他们的好话 你要求他们做的 一定会遵从 好吧 那我去找高丽氏 不能太直接 高丽氏这个人 不太可靠 跟他打交道 要有技巧 我不知道什么技巧 这样好了 我去找玉珍公主商量 透过她帮忙 玉珍公主 她对我真的很好 不会有虚假 功力 我好久不来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你觉得玉珍公主 可靠的话 那你就跟她看着办吧 嗯 我不能待太久 公主 告诉她 我希望她快乐 幸福 不可能 她心里面只有你 不过 我会把你的话带到 我走了 我会把你的话带到 我会把你的话带到 生命就像这只烛光一样 一滴一滴地在人上 什么名利 什么身份地位 什么恩爱夫妻 总有一天 就像这只烛光 会有燃尽的一天 会有燃尽的一天 你 你 请我 有燃尽的一天 最后天 你 就管我 恩爱夫妻 总有熄灭了一天 王爷 身体要紧 前途为重 就算不为了我 也为你自己着想啊 求求你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折磨 谁说的 谁说我在折磨自己 谁 我说的 你 你只不过是 惠妃娘娘身边的一名女官 要不是看在娘娘的份上 我 如果娘娘还在的话 我早就把你刺死了 你用不着看在谁的份上 惠妃娘娘在不在都一样 根本就是你自己不长进 你还能怪谁 你说什么 我说你根本不长进 你找死 生死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 若不是皇帝所赐 惠妃娘娘去世的时候 我早就跟她去了 你去死啊 我是想死 可是我不甘心 我跟宫主 分析了所有的心思 去求玉环姐姐 去拉拢安禄山 去打通各个关节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一步登天 可是你 你整天喝酒 喝酒 你除了喝酒 你还能做什么 我 我能做什么 我把玉环送进道观 把玉环送进宫里 你说 你说啊你 你说 这只玉笛为什么会回到你的手上 你说 你说呀 杨玉环把这只玉笛还给你 表示对你已经安断情绝 你居然为了它 还迁怒我们 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 为了你 你不要再空想了 要夺回玉环姐姐 你要积极一点 李灵符对太子不满 已经对太子妃的家人 展开行动了 现在 我跟贤衣公主 都不能出面 只有靠你自己 明天 等到明天 我要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不再褪丧 不再悲伤 等明天 你总是明天明天的 好多个今天 都已经成为过去 明天还是那么的遥远 你总是连王府 都不肯跨出一步 我跨 我明天就跨 蓝星 再让我喝一杯 喝完了 我就去睡觉 明天一早 我就出门 好不好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满 这什么东西 明天你穿上这套衣服 这是太监的衣服 只有伪装才能混进宫啊 明天我会在宫城外等你 然后我再带着你一起进宫 阿满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说的是你 你有没有想过自身的安危 我还有什么安危可言 决然一身的孤女 能够受将军的恩惠 能有机会报答 于怨足矣 阿满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谈这些了 明天看不看得到娘娘 就看你自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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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